那你覺得你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又帥又浪漫的身世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要訂閱黑魚還有老王的頻道 在這邊在這邊 記得點起來點起來 然後喜歡也點起來 小鈴鐺也點起來 讚讚讚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直接開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Hu 歡迎來到這場我請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是我們的 老王大家好 各位應該會滿驚訝的 就是我跟老王竟然會合作 對 通常我都跟妹子合作 很少跟男人 很少跟胖子合作 這題是我自己個人問的 就是老王一開始 算是從經營梗圖開始 後來慢慢轉變成拍一些影片 然後還有拍一些笑話類型的影片 那你後續你怎麼會想要 忽然轉成這一塊 而不是繼續梗圖的部分 我也不是樹你知道嗎 也沒有那麼多梗 像這種東西他要一直去想 然後他也沒有一個形象 這一個東西比較有辦法 賺錢 那你說梗圖可以賺到什麼 有點難 因為我想要長期的 給我的一些觀眾 或者是一些支持我的朋友 或者是 在這個這麼無聊的世界 然後給他們一些東西 但是我還是要養活我自己 就必須要有一點錢 那你覺得你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又帥又浪漫的身世 但是社會大眾對我來說 他們都覺得我是一個變態 然後一個痴漢 然後喜歡跟妹子一起拍片 其實我並不是這樣的人 你感覺得出來 其實我感覺得出來很明顯 老王其實私底下是一個 還滿害羞的人 然後就說 我覺得你滿害羞的耶 喜歡交際 感覺不會變態 完全不會 就是其實 面具拿掉 我覺得我自己也就不是老王 就沒有那麼的開放 那你喜歡社會大眾 給你的這種定位嗎 還不錯啊 也還不錯是不是 也還滿好玩的耶 坦白講 因為我覺得啦 會講的不會做 啊會做的不會講 只是跟你當初預想的不一樣 對我預想的真的是 大家看到我會 啊啊啊 那種感覺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你是怎樣 啊 喔 老王不意外 這種感覺是 反正 有胸部 或者是 真的 講的太誇張的事情 結果老王不意外 可是這樣代表說 你做什麼事情 大家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對 但是人家會覺得 奇怪的地方是 為什麼老王要跟一個 男孩子吃飯 不是跟妹子吃飯 不好意思 球球 可以來跟我看一下 再來第二題 頭像的由來 為什麼要取老王這個名字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小學課本 當然不是小學課本的逆襲 我是說小學課本 有一個頭像 那個人叫做小明 大概九年前 那個時候咧 其實我有看到小明 後來有一次 那時候 Facebook算是剛開始 我就看到新聞 有一則是在罵老婆 故事是這樣 有一個老公外遇了 但是網友卻在罵那個老婆 那時候的觀念是很奇怪的 你會覺得 明明就是老公跟小三 外遇 卻是在罵女方 你卻罵女方 這很奇怪 所以我就留了一個言 我就重了一個身分 叫老王 我就說了 這位小姐 如果你有看到我的留言 請私訊給我 我願意給你一個 報仇的機會 婚外情 女孩子叫小三 男孩子都會跟叫小王 那我就叫老王 頭像的部分 其實這個算是第二版 以前第一版就是小明 然後下去做更改 那第二版是人家幫我畫 然後後來就固定 就固定這一個 你們知道老王其實是一個超級健康的人 他不吃牛肉 也不吃牛肉 老王平常是會健身運動的 他超級健康 不可思議的程度 大家會覺得 跟我的心臟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想要問的是 老王堅持不露臉的原因 是為什麼 你們看他現在這樣 戴這個面具 他這裡還戴著黑色的口罩 第一次看我整個驚訝到爆 其實面具底下是會看得到的 我曾經有想過說 我要整個把它抱住 因為太不舒服 其實你看這旁邊 只是用一顆布吧 把它包起來而已 那為什麼堅持不露臉 是因為我覺得 老王就是一個精神 那他活在現實生活中 面具後面這一個人 只是把肉體占借給他 我懂你意思 就是有點像是 所以你不露臉的原因 是因為你想塑造一個角色 對 其實他就是一個角色 就是他是不一樣的人 然後我也不太希望被打擾 那我覺得戴上面具 我就是老王 那拔掉面具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 那多棒 接下來問的是 現在的粉絲專業 也50多萬訂閱了對不對 那你覺得你的 這些人氣 培養到現在 你最應該感謝誰 我覺得最應該感謝 那些那些 門妻女孩子 為什麼 因為我就說啦 我是到處去 聽聞底下留言嘛 而且你也常跟門妻拍片 對 或者是妹子拍片 還有我很多粉絲 其實都女孩子 講不到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女婚 一定都是 辦帳號講中自己是女婚 其實我那時候 自己也覺得蠻意外的 但是 後來我跟他們商量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有的男孩子 會願意替他們發生 你會不會反常收到一些 女生覺得 你在消費女生的資訊 反而男孩子才會傳這種東西 蛤 我就想說你是在假掰什麼啊 他會說 可以不要消費女孩子嗎 還是怎麼樣 但是 我就會回答說 假設我今天跟這個女孩子拍片 又不是我家要穿這麼露的 然後像我之前跟 阿童 去萬華 或者是去辦套店 會來罵的 也是男孩子 他們會講說 為什麼你要 拍這種東西 你只是為了自己 他來約我 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拍這個 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訴求 就是希望 台灣有紅燈區 其實我覺得 紅燈區有它的好處 我覺得可以降低犯罪率 這不是一個很不正常的實驗 國外都有很多都是 而且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你親我怨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只是為了流量 那我就想說 哇靠 都已經黃標 我要什麼流量啊 我跟你們講 老王大部分跟女生拍的影片 都有黃標 黃標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是不能贏利的影片 真的是拍給大家看 所以你們看到這邊 請先記得可以點一下資訊卡 有老王的個人頻道 可以去訂閱一下 接下來想要問的是 老王自己本身是 全職創作者嗎 還是你有其他的正職 我現在是全職創作者 包含 Facebook的直播 然後包含YouTube 那你在當全職創作者 之前你是做什麼 我之前做公共工程 賣這些材料 我覺得 那時候賣沒有現在快樂 因為你會發現 社會多黑暗 因為我說公共工程的意思就是 政府發包給你的東西 所以那為什麼我會說黑暗 就各位自己去想像一下 那你可以透露一點 印象深刻的 你覺得很黑的部分嗎 我能講的就是 跟某個高官 他就是又要吃又要拿 所謂又要吃又要拿的意思就是 他今天可能去了酒店之後 那他還是想要跟你拿錢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去本來就是應該要去的 對不對 對對對 做官的就是必須要去 social 但是我會覺得 這種東西是不合理的 你今天領的是人民的薪水 然後你卻去花天酒地 所以你是說 他去那邊 然後還要拿錢 就某個案子 他可能要拿幾盤 我記得你以前 有拍過一個去按摩店的影片 後來被下架 第一開始是老公先去 一家按摩店拍了一部影片 然後是什麼內容 是我訪問這個女孩子 她也不是按摩店 她就是純做S 全套的 這個女孩子 我就問她說可不可以訪問 她就說可以 但是要幫她打碼什麼的 打碼變身都弄了 然後後來 按摩店的那一個人 就私訊到我粉絲團 那時候喔 新聞其實全部都爆出去了 然後他就傳訊息來 講說叫我馬上下架 我滿聽話的 我就下架了 下架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吧 看新聞啦 就是那一間好像被操掉了 但是在前端的那一個櫃台 其實是不知情 但是他幕後的人是知情 在幕後的人就講說 我不曉得 你的影片竟然可以上新聞 所以我希望你下架 回想起來啦 那時候當下 其實心情是很複雜的 其實你起初只是想幫忙 別人怎麼看我不知道 我自認為我都是用一個 比較正向去看他們的職業 因為對很多人來說 做那個不好啊 還是什麼的 但是對我來說 他就只是一個職業 他是一個正正當當的職業 那當然有人也會舉一些例子 說你媽媽 如果你姐姐也在做咧 我就想說 如果我媽媽 我姐姐很想要做的話 就去做啊 就他的工作啊 這沒什麼 來 接下來要問 老王哥很多美女啊 YouTube啊 去滷妹拍片 在跟他們相處上 特別會注意哪一些 狀況之類的嗎 拍片的話 那當然令他們別論 但如果沒有拍片的時候 我跟他們講話 不會這麼的低級 再來就是肢體接觸的部分 就是我會跟他們保持一個距離 私底下的老王 如果今天是對方約我 我當然OK 但是如果對方沒有約我 我就不會足夠去約 支持真的 夏婷 你本身有女朋友嗎 沒有 交過幾任女友 這真的算不出來 因為 你如果說女朋友的話 是有怎麼樣才叫女朋友 還是兩個人認同就是了 兩個人認同就是了 應該十幾個吧 十幾個也好不掉吧 最近期的呢 是多久以前 我好久沒交女朋友耶 poo倒是有啦 你說朋友是不是 對對對 那你有幾個poo 你說近期嗎 累積好了 這樣子算的話 也才十來個吧 應該也還好 不愧是喔 因為你說poo跟女朋友 那不一樣的概念 就是poo是 你情我願的 但我們沒有談感情 那如果女朋友的話 那就是我們有談感情 那你有女朋友的同時 你也會有poo用嗎 不會不會 喔 你也分得很high 那接下來來問的就是 你喜歡的類型是什麼樣的 我們先以 女性youtuber來舉例 可惡我認識的女youtuber 真的不多耶 我應該會 想要跟安希耶 因為主要個性問題 她打安全牌 去掉那些我合作過的 我會是跟球球 那如果是你夢寐以求的呢 你覺得你想要怎麼樣的感覺 腿長嘛 然後其實胸部大小 我真的無所謂 就是腿要漂亮 然後要直 你是腿控 對 我是腿控 接下來要問的是 老王最喜歡的AV女優是哪一位 以前有一個長得很像王倫甫 那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喜歡的是因為她的聲音 還有她的演技 然後再來是明日花齊羅吧 安娜你自己的 我自己喔 其實我對AV女優沒特別研究 那接下來想要問的是 你對未來的自己頻道有什麼規劃 恐怖故事 然後再來就是 跟妹子一起玩遊戲 或者是妹子的一些互動 想要什麼時候破10萬嗎 想要什麼時候那當然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覺得 追求那個數量不是重點 重點是自己的內容 我喜不喜歡 然後觀眾喜不喜歡 其他我覺得還好 接近最后一題 老王對新加入的創作者 或者是圖文作家之類的 你會有什麼建議 我的建議就是有點像剛剛那個 不要被數字迷惑了 因為那數字都是假的 自己開心 然後再來就是 觀眾喜不喜歡 你的閱讀者喜不喜歡 那才是最重要 因為 對 莫忘初衷 可是如果跟生活有關的話 你是說跟錢有關嗎 對 跟錢有關怎麼辦 找個自己 可能喜歡 觀看數也高了 跟一個自己真正喜歡 你知道嗎 真的是這樣 另外一個可以不用那麼喜歡 如果要過生活的話 那你看像我拍 跟妹子合作的 那就真的沒辦法過生活 所以各位 真的要訂閱老王 那你最後要不要露臉一下 來喔來喔 我們最後請老王露臉來喔 3 2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老王 謝謝 資訊卡一樣也會有 老王的合作影片 各位可以點過去看 好 那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跟訂閱的喜歡 那繼續追蹤我們兩個的FB 按照我們兩個的粉絲團 追蹤我們兩個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